眼前这个女孩叫芷安 为了生活她只能拼命工作 白天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兼职 生活的艰难让这个女孩显得格外冷漠 除了工作上的交接 基本和同事没有任何过多的接触 下班时她还会顺走公司茶水间的咖啡 随后来到一家餐厅帮忙打砸洗盘子 芷安眼上依旧没有一丝笑容 默默重复着手中的工作 在本该享受生活的年纪 芷安却要工作到深夜 为了节省一顿晚饭 看到客人吃剩下的饭菜 四下无人时 她便悄悄打包藏起来 寒冷的冬天 穿着一双干脖的帆布鞋 露在外面的脚脖 在这个冬天显得格格不入 疲惫不堪的芷安回到郊外的小区 为了节省开支 甚至连灯都舍不得开 芷安冲泡着在公司顺来的咖啡 吃着打包回来的剩饭 昏暗的光线也无法掩盖女人对生活的无奈 忽然 房间的灯被人打开 一个男人出现在角落里 他叫李天日 他不是芷安的亲人 也不是朋友 而是来药债的 此时的芷安没有做出任何举动 甚至连头都没有回 而是习惯地掏出身上的钱丢给男人 面对高额的巨债 芷安只能拼命工作 即使这样 光日还是经常打扰芷安的生活 甚至时不时出现在自己房间 这是芷安最讨厌的 芷安之所以这样努力地活着 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龙羊奶奶需要照顾 这时电话响起 又是疗养院打来的 奶奶在疗养院已经拖起了很久的废影 芷安没有接听电话 因为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来缴费 第二天芷安来到疗养院 他只能坐在走廊的尽头不敢出现 疗养院的护工在奶奶床前 大声地告诉奶奶 已经拖欠费用很久了 如果再不缴费就要被撵出去 护工阿姨还猜测奶奶可能已经被抛弃了 此时的芷安听到了一切 看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心里却十分难受 面对没钱缴费的他又能怎样 芷安只能等到深夜才来到奶奶床前 他收拾好行李 将奶奶连人带床推了出去 走在月光下 芷安的脸庞显得愈加精致 而片刻的停歇也显得更加悲凉 一个二十岁年纪的女孩 早已经失去了同龄女生该有的娇气和柔弱 芷安拿来在超市买的热影 放到奶奶胸口用来取暖 用棉被把奶奶裹得严严实实 面对没有办法的芷安 只能求助唯一的好友小宋 等了许久才到来的小宋显得有些担当 刚想上前解释 却被棉被里的奶奶吓了一跳 在好友的帮助下 芷安把奶奶带回了家中 她必须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面对无人照顾的奶奶 只能让好友小宋先照顾几天 面对生活的芷安 她没有选择 更不能失去 这天债主李光日有钱来催债 刚好被回家的芷安看到 此时的芷安害怕打扰屋内的奶奶 说什么都不让李光日进去 急眼的李光日上去就是拳打脚踢 嘴里说道 面对李日光的拳头 她并没有求饶 回到房间的芷安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 而是先把奶奶安斗好 等奶奶熟睡后才清理起鼻子里的血迹 第二天芷安只能带着墨镜上班 对于同事探究的目光 芷安根本不予理会 就在这时 一个带着头监的快递员 给大叔送来一封令明信 善良的大叔 打开信封发现里面全是现金 此时的大叔有些惊慌 环顾四周 发现并没人看到 当他看向芷安时 他却带着墨镜坐在对面 大叔只能祈祷芷安没看到 随后拿起一本书 把信封夹在里面放进了抽屉 一直等到晚上大家都下班后 大叔打开抽屉想要拿走信封 就在这时 芷安出现在了身后 面对平日里寡言少语的芷安 作为上司 大叔也没有拒绝 吃完饭的芷安又提出去喝烧酒 虽然大叔觉得有点奇怪 随后两人还是来到了酒吧 大叔焦急地喝着烧酒 喝完酒两人分开后 大叔赶忙返回公司 此时的电梯正在维修 正准备走楼梯 转眼看到监控室的画面 这么晚回公司肯定会被发现 想了想还是决定第二天再拿走信封 大叔刚走不久 此时的芷安也来到了公司 他买东清洁工大爷 让大爷帮忙关掉写字楼电源 就这样他利用时间差 一口气从楼梯跑进公司 拿走了大叔抽屉里的信封 第二天 大叔一早便来到了公司 第一时间打开抽屉 却发现信封不见了 他开始慌乱寻找 大叔似乎想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芷安座位时 可人却不在 大叔隐约觉得这件事跟芷安有关系 另一边 公司的监管部门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 马上派人调取当天视频资料 很快就通过快递员的行踪 查到了大叔 此时的大叔正要给芷安打电话 公司的监管人员走了进来 直接将他带走 就在大叔被带到电梯口时 芷安出现了 芷安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竟然拿走了大叔的五千万商品券 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 李光日的债务公司 面对送来的是商品券 男人便打电话询问李光日 为了拖住芷安 男人拒绝归还戒据 四肢中芷安还被抢走了所有钱 感觉事情已经败露 只能尽快先离开 下楼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辆货车 停在李光日的车子旁边 心声一记的他 制造了一场意外 趁着李光日和同伴下楼查看的时间 芷安迅速回到楼上拿了钱就跑 此时的李光日也察觉到了什么 转身就跑回了楼上 桌上信封和商品券早已消失不见 知道是芷安倒的鬼 转身追了出去 此时拿到钱的芷安 第一时间给好友打电话 安排好一切的芷安刚来到公司 就看到监察部门在搜查大叔的物品 面对善良的大叔 芷安也于心不忍 为了不给大叔留下受贿的证据 芷安就把商品券交给了清洁工大爷 让大爷交给公司保安 并谎称是在公司垃圾桶发现的 最终信封落到了常务手里 拿到信封的常务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毕竟李明信上是举报自己受贿 显然是公司有人想陷害自己 而银座阳叉送给了大叔 同时也表明大叔是被冤枉的 第二天常务就叫来了大叔 拿出了商品券放到了大叔面前 面对不知情的大叔 也是满眼疑惑 钱怎么会在这里 此时常务则怪地说道 但毕竟已经洗脱了嫌疑 便承认商品券是自己丢拉机桶的 回到办公室的大叔 时不时地会看向芷安 他不明白 芷安为什么要这样陷害自己 他想把事情给问清楚 下班后 办公室的同事基本上都走完了 这时的大叔才来到芷安面前 面对芷安的拒绝 大叔只能独自离开 可就在回家的地铁里 芷安却发来的信息 两人约在了的铁口见面 寒风中 此时的芷安已经在地铁口等了很久 此时的大叔并没有说什么 随后 两人来到一家日料店 桌上精致的食物 大叔始终没有动过筷子 只是默默地喝着酒 看着芷安一个人在吃 也许此时的大叔内心 充满了对芷安的感激 你能想象和领导共做一步电梯 能发现什么样的秘密吗 此时的电梯里两位高层相遇 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 暗地里却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此时的杜俊英正在接听电话 而口袋里另外一部私密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杜俊英并没有接听 他知道是自己的情人打来的 而且公司规定不能使用私人手机 害怕落下把柄的杜俊英并没有理会 就在浦长武转身的瞬间 身后的智安掏出了杜俊英的手机 假装是自己的 挂掉电话后 随手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浦长武也以为是智安的手机 躲过一劫的杜俊英刚到公司 就急于找智安拿回手机 没等上司走到自己面前 智安就发来了信息 等秘书下班了 派我去买个三明治 现在有太多人在 我不方便给你 上司看了看眼前这个女人 觉得自己确实太鲁莽了 害怕自己的地下恋情被发现 上司急忙来到公司楼下的电话亭 告诉女人 不要给那个手机上打电话和发信息 另外一边 智安像网传一样发放着资料 这是大叔的电话响起 看着熟悉的号码 智安想到了电梯里的一幕 原来上司跟大叔的老婆发生了关系 之前的大叔被陷害 也不是巧合 这时的智安才明白了一切 看着对面全然不知的大叔 他甚至有些同情眼前这个男人 直到晚上所有人都离开了公司 智安也如约送来了上司的手机 归还手机后 智安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原本只是想要试探一下 看到没有说话的上司 智安更加确定了两人真的在交往 上司有些意外 自己的秘密竟然被眼前这个女人发现了 此时的智安转身就要离开 回到办公室后 智安便提出可以帮上司 让浦长务和浦东区部长两人都被开除 但要求就是除掉一个人 就要收取一千万韩元 为了把两人赶出公司 上司最终答应了智安 智安很快便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很快 智安就开始了行动 找准机会 便在大叔的手机里安装了监听软件 日后的智安随时都会带着一副耳机 时刻监听着大叔的一举一动 这天大叔在跟同事无意的聊天中 发现通过购买商品券记录 就能查到陷害自己的幕后主使 大叔立马打电话给嫖娼物 两人约定在天台见面 然而这些都被智安看到了眼里 通过监听两人的谈话 得知他们通过线索 很快就能查出真相 智安立刻给上司打去了电话 得知消息的上司 感觉事情要败露 先是打电话给手下 让其想办法补救 随后又找到智安 催促他尽快把两人赶出公司 智安通过监听大叔和嫖娼物的谈话 得知嫖娼物会和百货公司的人 在KTV见面 便让自己的好友 扮成外卖响歌 在KTV寻找嫖娼物的房间 确认为之后 便和外面等候的智安会合 此时的好友换上了服务生的衣服 智安则拉下了电闸 嫖娼娼妈妈咧咧的出来查看情况 好友则正乱来到包间 把提前准备好的粉末 全部倒进了嫖娼物的球里 算好时间的智安推上了电闸 不得不说两人的配合默契 回到包间的嫖娼物 端起酒杯就已饮而尽 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了意外 第二天 醒来的嫖娼物 发现自己在东海的一家酒店 身上的手机也不见了 嫖娼物顾不上多想 驾车就要离开 就连撞到对面驶来的汽车 都没有下车查看 今天他要跟上海的一家重要客户签约 正因为嫖娼物的吃到 上海的客户取消了这次合作 严重失职的嫖娼物 也被降职调到了釜山分公司 从未喝酒无事的自己 知道是被人陷害 决定暗地调查 此时杜俊英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 是智安打来的 接完电话的杜俊英 觉得眼前这个女人 比在职场混迹多年的自己都有手段 甚至对智安产生了好奇 下班后 正准备回家的大叔碰见了杜俊英 面对自己曾经的血弟如今的上司 两人平日里并不过多的交集 此时的大叔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也许是不想破坏心中的美好 或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挽回 在深夜的街道上 女人寒情默默地看着大叔 不知所措的大叔慌忙推开智安 面对突如其来的亲吻 大叔脸上充满了紧张和疑惑 他不明白智安为何有这样的举动 难道是最近两人的相处 让智安对自己产生了爱意 还是智安别有目的 其实这一切只是智安策划的一场阴谋 在不远处的角落 刚刚的一幕 已经被智安的好友拍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来到公司的大叔 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要辞退智安 同事们都在猜测两人发生了什么 能让大家心中的老好人 做出这样的决定 此时的大叔也许是害怕被陷害 或许也怕自己喜欢上智安 大叔开除智安的想法 却遭到了自己上级领导的拒绝 害怕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大叔决定叫来智安谈话 随后 他已经开始对大叔下手了 并把两人的吻照传到了网上 上司埋怨智安太心急 公司接二连三的发生问题 很容易被怀疑 结果上传的吻照 很快就被公司的一名女员风发现了 还故意地在智安面前说 此时的智安恍然大悟 立刻给好友打去电话 让其帮忙删掉照片 晚上回家的智安 刚好看到李光日从自己房间出来 生气地将手中装有一千万的信封人给了他 并警告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自己家中 否则剩下的债款一分都不会还 被激怒的李光日对着智安又是一顿拳头 明明已经收到钱的李光日 为什么还要对弱小的智安百般纠缠呢 原来智安的父母在生前欠下了巨额债务 一次债主上门讨债 看着奶奶被债主殴打 15岁的智安为了保护奶奶 失手杀死了债主 而那个死去的债主正是李光日的父亲 这也正是李光日如此折磨智安的真正原因 此时的天空下着漫天大雪 智安拖着严重的伤势走在回家的路上 20岁的智安在本不该承受的年纪 却坚强地承担着一切 回到家中的智安 又像往常一样照顾着奶奶 奶奶一眼就看到了智安脸上的伤 心疼的追问是怎么弄的 看着眼前的智安 奶奶是既担心又心疼 为了不让奶奶担心 智安哄骗奶奶 说是自己不小心衰的 可奶奶根本不信 奶奶追问 是不是打我的那个人打的你 智安告诉奶奶 那个人已经被我杀掉了 安顿好奶奶的智安 拿出了一张白纸 上面清楚地写道 已收款一千万 如在私闯民宅 甚于欠款一笔勾销 也许是智安的倔强和坚持 才让李光日写下了收据 随后智安又坐在了桌前 继续监听着大叔的一举一动 他希望从中尽快找出破绽 只有大叔被公司开除 他才能拿到剩下的一千万 才能和奶奶完全地摆脱 阴暗的身负 此时的智安听到 同事正在和大叔讨论自己 听到这些话的治安 眼中充满了不甘和伤感 也许是从未有人对自己如此了解 其实在坚强的女人 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 只是在人前假装坚强而已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二次 身体的伤势加上连日的高烧 也从未让他停止过工作 最终 智安还是顶不住晕倒了 面对晕倒的智安 同事们没有一个上前帮忙 却只是远远地看着 甚至被同事认为是睡着了才摔倒 对于同事的冷漠 智安并没有在意 只是艰难地爬起 继续忙着手里的工作 看着智安憔悴的面色 远处的大叔似乎有些担心 下班后的智安并没有去看病 而是来到便利店 拿了一瓶啤酒 想通过酒精来缓解自己的疼痛 大叔看着憔悴的智安 看似一句简单的提醒 却让智安内心感到了温暖 这事除了奶奶以外 有人第一次关心自己 晚上下班后 三兄弟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喝酒 弟弟一眼就看出了大哥的一场 大哥强忍着泪水 不想让兄弟知道自己受了委屈 在两兄弟的追问下 大哥说出了事情 他和弟弟开了一家清洁公司 在打扫楼道的时候 不小心将灰尘扫到了一个男人身上 男人声称自己是这片小区的建造商 妈妈咧咧地让大哥给自己下跪道歉 不然就要换掉他的清洁公司 面对生活的窘迫 更不想让家人再为自己操心 没有办法的大哥选择了下跪道歉 一个中年男人向生活低头 大哥觉得下跪算不上什么 可下楼的时候看到母亲不知何时送来的便当 猜想着母亲应该没看到 回到家中的大哥感觉到了不对 母亲没有了平日里的责骂 竟然对自己笑了 这时的大哥才明白 母亲已经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三兄弟沉默了 也许所有人的内心都是这样 自己的尊严可以背贱他 唯独不能忍受家人受委屈 脾气暴躁的三弟 短身就要去给哥哥报仇 看着失去理智的三弟 大叔只能拼命地拦着 他不想因为一时的冲动 让这个家庭失去更多 东京若有所思地叼着香烟 大哥被人欺辱的画面却不断浮现在眼前 面对家人的受辱 已经触碰了大叔最后的底线 丢掉手中的香烟转身离去 好像大叔已经做出了什么决定 只按此时依旧监听着大叔的一举一动 这时手机里传来了陌生男人的声音 原来大叔找到了欺负大哥的建造商 表明身份后的大叔想要和他谈谈 两段莫名相似的经历 让治安回想起曾经的往事 被触动内心的治安也流下了眼泪 大叔希望男人去家中给哥哥道歉 却被眼前的男人拒绝了 这时大叔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 对着墙面就是一通乱仔 作为结构工程师的大叔 一看就知道哪里存在的违规建造 面对此时的大叔 男人很快就认怂了 只能乖乖拿着准备好的果然 来到家中可以一道歉 大叔的坚强让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晚上三兄弟又聚在了一起 不一样的是 多年的好友静西回来了 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喝着烧酒 聊着开心的话题 却只有大叔开心不起来 他想起了治安说给自己的话 我永永录像的 你会跳下与我 多数人 我会跳下后 我会跳下 救火 我会跳下 他能友谈不信这些 我会跳下 倘若上 悄 difficile 我会跳下 在呢 大叔和志安有着相似的经历 在艰难的人生路上 能够做到感同身受 只是因为彼此懂得 买完东西的志安 推着超市的购物车就往家跑 甚至被车撞倒 他也毫不在意 捡起洒落的物品 推着车继续跑 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大叔看到 大叔捡起地上遗落的物品 便要追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 可生怕被抓到的志安跑得太快 大叔只能一边追着 一边给志安打电话 错综复杂的陈中村 大叔到底还是跟丢了 无奈只能坐在路边给志安打电话 就在这时 购物车的响声引起了大叔的注意 在旁边的巷子里 志安艰难地挪动着购物车 大叔以为志安实在搬家 便要上前帮忙 结果发现了购物车中坐着的老人 老人正是志安的奶奶 奶奶对着惊讶的大叔笑了笑 看着眼前的购物车 才明白超市门口发生的一切 大叔并没有多问 只是帮助志安把奶奶挪下楼梯 此时的志安并没有感谢 而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随后推着奶奶来到附近的山坡上 看着头顶皎洁的圆月 奶奶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此时的奶奶转身问向志安 刚刚那个人试睡 志安回答是公司里的同事 奶奶又说他看起来是个好人 沉默后的志安告诉奶奶 生活条件优越 做好人容易 奶奶看着志安并没有再说什么 当志安推着奶奶回来时 看到大叔还在原地并没有离开 因为大叔知道志安自己无法将奶奶推上去 望着大叔背着奶奶的身影 志安的内心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不明白这种感觉是什么 也许从未遇到过这样帮助自己的人 大叔将奶奶送回家 跟奶奶道别后便要离开 此时的志安也送了出来 依旧还是没有说什么 可能这就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吧 面对眼前懂事的志安大叔说 志安看着离去的大叔 冰冷的内心也在被一点点融化 当然此时的大叔也没忘记归还购物车 自从知道志安在独自照顾奶奶 平日里也对志安多了些许照顾 在公司里会主动和他聊天 这天晚上公司同事聚餐 大叔也会叫上志安一起 所谓的照顾 不仅是生活上的照顾 也许大叔想让志安和同事更多的相处 也让志安的生活中充满阳光和欢声笑 到了餐厅的志安 依旧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正在大家开心喝酒的时候 独俊营开门走进了餐厅 老板突然的出现 热闹的场面戛然而止 这时大家都起身问号 故意找茬的隐藏物 指责大叔的组员没规矩 一直忍让的大叔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无奈地走进包间敬酒 独俊营举起酒杯 示意大家一起 这时的隐藏物又站起来呵斥着 九桌上大叔被隐藏物不断地使唤 面对隐藏物的挤兑 这一幕被大叔的组员小胖看在眼里 喝醉的小胖 就要为大叔打抱不平 拦着要走的代表说 听说你是东勋部长大学师的学弟 那么至少在私下 也要叫他一声学长 听到这里的东勋赶忙上前阻拦 因为小胖的出言不逊 隐藏物便要动手 拉扯中隐藏物把大叔推了出去 独俊营生气地来到车前 告诉隐藏物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定不能让上头的领导知道 一场轻松的同事聚会 却被不请自来的两人搞成了闹剧 失落的大叔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漫天飘落的雪花 犹如大叔此时的内心 昔日的雪地 如今这样挤兑自己 也许大叔是真的疲惫了 转身离开时 一步小心却摔倒在地上 担心了治安也停下了脚步 仔细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呼吸声 直到没有了声音 此时的治安似乎害怕着什么 奋力地朝着大叔的方向追去 原本监听只是为了拿到报酬 最终却成为了他和大叔之间的纽带 治安看着逐渐远去的大叔 但是两人的内心却在不断拉紧 在下属面前颜面扫地的都俊营 此刻更加坚定了要赶走大叔的决心 便叫来了治安 刚见面 就指责治安提供的消息不准确 在东勋的抽屉里并没找到那份通话记录 就在刚才同事聚餐的时候 陆俊营让公司的监察部门 已经去大叔的抽屉里搜查过 可并没找到嫖娼物给大叔用来调查自己的通话记录 治安说他们的通话录影 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第二天上班 大叔还被要求写书面检讨 他越想越生气 决定开始反击 大叔调查上次通讯记录时 发现平凡和一个公用电话联系 通过上网查询 很快就找到了电话亭的位置 没想到的是 电话亭就在妻子工作的楼下 这事妻子也刚好经过 大叔说自己刚办完事路过这里 随后两人来到旁边的餐厅 餐厅里 大叔只是一言不发着吃着饭 妻子问起了大叔离职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大叔并没有回答 回想起了嫖娼物给自己说过 公司有人想趁机开除自己 加上妻子一直劝自己离职创业的事情 大叔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吃完饭的大叔并没有离去 而是在公用电话对面的咖啡厅坐着 人也许就是这样吧 明明害怕真相 却总是还要去查找真相 最终大叔不愿看到的荧幕出现了 妻子走向了电话厅拨打的电话 他不相信和自己生活十年的妻子 为这样对自己 来到电话厅 尾伯了妻子刚刚打过的号码 听了电话里传来都俊营的声音 彻底让大叔的猜测得到了验证 直到电话里传来了嘟嘟声 大叔许久才挂掉手里的电话 万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在路过一家酒店时 回想起在妻子车上曾见过酒店的通行证 就在这时大叔看到妻子的车时进了酒店 随后没过多久 都俊营开着车子也紧随其后 基本上已经断定妻子和都俊营有染的事实 人抱着一次幻想的大叔来到旁边酒吧 就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妻子说自己正在加班 大叔用服务生的手机同时拨打给了都俊营 听到妻子那边响起的铃声 所有的猜测都得到了证实 此刻的大叔并没有揭穿 强忍着内心的伤痛 回到家中待坐在沙发上 他不明白妻子为何会背叛自己 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两兄弟约自己来到秋城 可此时的大叔哪有心情去提醒 只是坐在那里 想到妻子的埋怨 心如死灰的大叔 随后便独自一人来到大桥上 这时监听大叔的子安 也通过定位发现大叔在桥上站了很久 子安开始担心起来 拼命地向大桥的方向跑去 此刻他不想大叔出现任何意外 无论是同事还是亲人 他都心疼着大叔 甚至保护着大叔 看着大叔和兄弟离去的背影 子安紧张的心也放松了下来 而另一边 独俊英正和芸汐在野外露营 此处不得不说 这俩人是真会玩 独俊英说这是提前给会长布置的 那个老头子喜欢在野外烧柴火 接下来俩人的画面大家可想而知 晚上喝酒回家的大叔 闻到妻子身上烧柴火的味道 妻子说可能是吃烤肉被延熏的 这时的子安也通过监听手机 听了大叔的一切 也许此时的监听已经不是为了报处 而是喜欢每天能够听到大叔的声音 就在这时 李光日却突然出现在了自己房间 吓得知安退缩在了一起 这天喝醉的李光日又来到了知安的房间 毫无察觉的知安被吓得蜷缩在一起 原来今天是李光日父亲的忌日 也就是在五年前的今天 知安失手杀了他的父亲 李光日拿着手中的忌瓶 就要喂给奶奶吃 知安生怕李光日伤害到年迈的奶奶 便捡起地上的瓶子就要和他拼命 可弱小的知安怎么会是李光日的对手 又被暴打了一顿 知安被打得满脸试伤 一个人独自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重复听着大叔说给自己的话 也许此时只有听着大叔的声音 才能让自己内心能够多一分坚强 这天 知安的一个动作 引起了金带女后门 为了知安就发起了火 大叔的出现让大家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找来同事询问事情的原因 同时只知道知安上次聚餐时打了金科长 具体什么原因他们也不知道 下班后 大叔看到在等地铁的知安 便上前问清楚打人的原因 在大叔的一再追问下 知安说出了实情 原来就在上次聚餐时 喝醉的金带里说了大叔的坏话 如果是自己早就辞职了 做大叔的部下真是丢人 这一切不能怪毒菌营 只怪咱们有一个窝囊上司 所以知安才打了他 听到这些话的大叔 一路上始终都没在说什么 也许是平日里自己用心复着的部下 私底下对自己是这样的看法 知安看着此时沉默的大叔 感觉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熟悉的路口 大叔正在给金带里打的电话 大叔并没有责怪他 只是让他说了事变我错了 挂断电话后 看到病位移开的知安 大叔来到了知安面前说 一句对不起 一句谢谢 对于眼前的知安来说 却包含了太多 寂静的酒吧里 两人第一次像朋友一样 坐在一起喝酒 大叔告诉知安 如果你听到别人被骂了 你要学会假装没听见 如果多次一句告诉了他 反而让他很尴尬 甚至想躲避你 然后 别忘了 别忘了 我印象力 你务足ándo 不准それは 在最下路的 similarity 一辆汽车刚驶出酒店 就被智安用身体拦问下来 开车的正是大叔的妻子 智安直接拿出手机 把杜俊英和自己的对话 全部让芸汐听了一遍 这时的芸汐才明白 杜俊英对自己并不是真爱 只是在玩弄自己 做完一切的智安 依旧监听着大叔 此时耳机与传来了 大叔和酒馆老板的对话 智安停下脚步 仔细地听着 听到大叔在寻找自己 智安飞快地向酒馆方向跑去 他明白大叔一直在关心自己 在大叔准备买单离开的时候 智安出现在了门口 大叔给智安倒满了酒 两个相互了解的人 有时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 四目相识 两人开心地笑了 而这一幕却被跟踪来的光日 看在了眼里 他看不得智安这样的开心 回家的路上 两人从工作聊到生活 彼此相互倾诉着内心 虽然大叔没有说得那么明白 但智安知道大叔说的是他自己 面对妻子的背叛 却还要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两人道别后 智安却停下了脚步 一句发自内心的加油 让有着同样悲惨经历的两人 相互治愈着对方 李光日看着大叔将智安送回家后 他想弄清楚大叔和智安的关系 便称着大叔不被顺索问他的钱包 而这一切却被在监听的智安听见了 智安反复听着露音 他听出是李光日的声音 第二天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李光日的公司 智安想拿回大叔的钱包 但是李光日并没有归还的意思 奸诈的李光日嘴里嘲讽地说道 当再次被激怒的李光日想对智安动手时 窗外的警车身去引起了李光日的注意 智安在找李光日之前已经报了警 看着楼下驶来的警车 李光日丢掉了大叔的钱包笑了笑说 自己已经掌握了大叔的所有资料 随后就会去找大叔的麻烦 谁敢照顾你 我就会让他不好过 智安说道 你敢靠近大叔半步 你真的会死 办公室里同事们开心地庆祝着 原来大叔刚刚被公司提名为候选常务 看着常年被上司挤兑的大叔 此时的深职 同事们都为大叔感到高兴 杜俊盈看着候选名单再也坐不住了 阴沉着脸似乎在想着什么 他再次找来智安 并提前给了智安一千万 让他继续监视大叔 顺便找机会和他交往 智安说我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有男人喜欢 邹俊盈表示说 你只需要跟他吃饭喝酒就可以 别的不需要做 智安说喝酒吃饭不是很正常吗 地铁上智安回想着跟大叔曾经的过往 他不清楚大叔对自己是喜欢还是怜悯 手里的一千万和善良的大叔 让智安内心非常的矛盾 智安看到车外的大叔 才发现自己没有出站 到了下一站 智安匆忙的往回待 他感觉大叔一定会在战口等着自己 看着匆忙跑出战口的智安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这时 一辆飞着而过的摩托车 让转身的智安看到了大叔 回家的路上 智安鼓励着大叔一定要当上常务 把那个欺压自己的都军营彻底打败 听到智安说的话 大叔也感觉到了眼前这个小姑娘 对自己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便用长辈的口吻说 两人告别后 回到家的智安 拿出疗养院通知入院的信息给奶奶看 奶奶担心地问起 是免费的吗 是之前被你回家的那个大叔告诉我的 奶奶虽然是聋哑人 但对于智安的苦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看着以后不会再因为自己而拖累孙女 奶奶感激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 大叔接到了李光日派人打来的电话 询问起之前有没有丢失过商品券 还把智安拿着商品券抵债的事情 完完整整地告诉了大叔 大叔这才知道 智安偷走商品券只是为了还债 而并非是想帮助自己 大叔本以为自己要解智安 但如今面对智安所做的一切 他觉得自己看不懂眼前这个女孩 在地铁口 大叔就要和智安道别 甚至是智安的邀请 大叔都拒绝了 第二天大叔为了弄清事实 找到了那天捡了商品券的清洁工大爷 通过大爷的苦衷 得知了智安的悲惨身世 智安的父母生前欠下包儿债 留下六岁的智安和奶奶相依为命 每天都被讨债的人折磨着 光日的父亲就是最大的债主 不还钱就打 每天的折磨让智安失手杀死的光日父亲 因为光日父亲的死 痛恨智安的光日便每天拼命找智安的麻烦 甚至每次都会对智安动手 智安没有办法才拿了那五千万 得知真相的大叔 内心充满了自责和难过 大叔决定要去找李光日 大叔从清洁宫那里得知真相后 便来到了李光日楼下 以前的大叔只是同情智安的遭遇 直到今天他才知道智安背后的艰辛和善良 大叔决定要为智安做点什么 随后两人来到了屋外 大叔询问李光日智安欠了多少钱 剩下的债款他会一起还上 可李光日并不想就此放过智安 告诉大叔少管闲事 在大叔的一再追问下 李光日一拳就打在了大叔脸上 此时赶来的智安也从耳机里 听到了两人打斗的真 听到这里的治安绝望 在他的记忆里 只要别人知道他是杀人犯 就会选择远离自己 甚至是躲避 可这时的大叔却说 大叔拼尽全力和李光日扭打在一起 似乎大叔已经把智安当作了家人 甚至因为智安受到欺负为他拼命 而另一边的智安正在监听着一切 听着大叔发自内心的话 面对内心积压多连的委屈 智安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 第一次被视为家人般的保护 随着两人滚落下楼梯 这才结束了两人的扭打 大叔看着要走的李光日 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坚持 李光日并没有理会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有个好友发现了大叔 并把大叔被打的事情告诉了三弟 小区的朋友得知大叔被打 全都跑了出来 看着闹着要去找那个人 走到半路 就碰到了受伤的大叔 面对朋友们的追问 大叔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到了别人 对方骂了自己 才跟别人打了起来 看着平日里从不惹事的大叔 大家都不相信 此时的酒吧外 智安静静地站在路边 他担心大叔的伤势 可自己却没有勇气走进去 被酒吧的人看到后 只能假装刚好路过 第二天一早 智安并没有去上班 而是来到银行 把之前都俊赢给自己的一千万 直接给李光日转了过去 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债款 智安不想因为自己的事 而牵连到大叔 婚案的路灯下 智安依旧穿着单薄的帆布鞋 手里拎着买好的礼物 等待着下班回来的大叔 缓缓向大叔走去 将手上的礼物送给大叔 老婆 老婆 并没有过多的话语 此时的大叔叫住了智安 别无论 打开志安送给自己的礼物 大叔的内心有些不忍 志安自己还是穿着一双单薄的帆布鞋 还要花钱给自己买礼物 第二天大叔一早就来帮忙 志安看着大叔背上的奶奶 心中更多的是不舍 大叔将奶奶背上车 看着车里的志安和奶奶 最终还是不放心 便一同坐上了车 前往疗养院的路上 奶奶看着旁边的志安 感觉以后再也不会拖累孙女了 疗养院内 志安办理着入院手续 细心的大叔也给奶奶柜子里放满了零食 这时的奶奶拍了拍她 在本子上一笔一话写着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志安身边能有你这么好的人陪伴 我也能安心离开了 临走前志安来到床前跟奶奶道别 但这次不同的是 奶奶不用再担心孙女了 毕竟志安有这么好的人照顾着 回来的路上 大叔告诉志安 如果光儿再来找你麻烦 你就给我打电话 毕竟还有一群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怎么说也不会被欺负 平日里也要和同事相处得好一些 对自己都没坏处 随后大叔便加快了脚步 志安追上来问 这时的大叔却加快脚步跑了起来 原来是为了赶上已经到站的班车 酒吧里昏暗的灯光下 大叔独自喝着闷酒 眼前不断浮现出 妻子跟上司亲热的画面 不愿面对妻子的大叔 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 志安放心不下 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很快志安就发现有人在偷牌大叔 志安觉得一定是都俊营派来的人 便要假装陌生人快速离开 却被不知情的大叔叫住了 也正如志安所约 这一幕被跟踪者拍了下来 对于大叔的拒绝 志安只是起身离开 他不想让都俊营落下他跟大叔暧昧的把柄 而影响到大叔的身指 这一切志安只是为了激怒大叔 但是志安却说得太过坚定 可能这也是志安自己内心想对大叔说的话 面对志安突如其来的表白 大叔完全是懵的 同时也懊悔着刚刚打了志安 第二天 志安为了不留下门陷害大叔的证据 把之前送给大叔的拖鞋也扔进了垃圾桶 而大叔也发现那双鞋不见了 晚上下班的路上 大叔追上了回家的志安 问他为什么要把拖鞋丢掉 志安说看你放到那里一直没穿 以为你不喜欢 所以就丢垃圾桶了 并告诉大叔 让他明天当着公司人多的时候开除自己 把之前追求大叔的事情都说出来 自己离开后 也能避免两人见面后的尴尬 临走前大叔对着志安说 回到家后的大叔 无意间听到了妻子和杜俊英的通话 第二天上班便来到办公室 质问他为何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允熙 两人争吵的声音也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 狡诈的杜俊英故意激怒大叔 就在大叔挥出拳头这一刻 就已经落入了杜俊英的圈套 杜俊英借此告诉王专屋 要管好自己的部下 竟然跑到自己办公室来闹事 跟大叔的妻子只是同学关系 偶尔的闲聊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不要再派人偷偷跟踪自己 面对大叔的冲动 王专屋也只能起身离开 众人离去后 杜俊英又一次展现了他的丑陋 有时候男人的崩溃可能只在一瞬间 旁边的妻子跪在地上 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即便大叔明明已经知道了妻子的背叛 曾经也无数次幻想着这天的到来 可当妻子亲口承认的时候 大叔内心依然无法承受 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另一边志安来到疗养院看望奶奶 奶奶问起了那个人最近过得怎么样 此时的志安回想起的监听里的一幕 当着奶奶的面竟然流出的眼泪 志安说大叔过的一切都好 也即将生止了 听到这里的奶奶 看似放心了很多 可奶奶又疑惑地问道 那你刚才怎么哭了 可是此时志安的眼里却充满了泪水 心疼着大叔所遭受的一切 志安在奶奶床前 无意间看到了奶奶对大叔说的话 面对奶奶的期盼 志安也决定改变自己 晚上也会留下一起加班 也不再抵触和同事们的接触 志安的态度也在一点点改变 加班结束后 同事们匆忙地赶着末班车 关门的瞬间 却只有大叔和志安坐上了地铁 末班车上 大叔问起志安加班的原因 女人们就在哪里 说得很难听 说得很难听 看望不得我 所以因为等待我 看着我 听不懂我 大叔也问起志安 我为什么喜欢你 知道我 我感到不乖 你感到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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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让我感到不乖 你感到不乖 你感到不乖 你为什么不乖 你感到不乖 大叔和治安走在回家的路上 刚好碰到喝完就准备离开的朋友们 大叔解释道 这是公司的同事 因为加班太晚 所以想送他回家 中人也向治安问好 在静息的提议下 大伙便姐半通行一起送治安 回去的路上 大家说笑着聊着曾经的过往 静息也感慨着治安的年轻 可治安却说 生活太过悲惨 倒不如时间能过的快点 这样人生就不会太累了 治安的话 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此时的静息挽住了治安的手 也许只有生活悲惨的人 才懂得治安话语中的寒意 跟治安道别后 大家便要离去 面对眼前陌生而又善良的人 治安说着发自内心的感谢 平日里寡言少语的治安 却在公司竞选会上 让会长刮目相看 治安表示 东勋部长并没有 因为自己是派遣工 而和正式员工有区别对待 当所有人听到 治安肯定的回答时 都认为大叔 要失去这次竞选资格 可治安接下来的话 也让反对大叔 竞生的人始料未及 治安说自己喜欢大叔 是因为尊重 也正是因为大叔的仪式统人 才觉得这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他非常感谢公司和大叔 在公司工作的三个月里 让他感受到了 人生中最温暖的时刻 治安面谈会上的回答 也感动到了会长 并让人转告大叔 一定要请他吃饭 下班后 为了感谢治安 在竞选会上的帮助 大叔请治安喝酒 两人来到酒馆 大叔 大叔却不由地笑了 治安只是默默地看着 也许此时只有治安才能懂的 大叔笑容背后的心酸 大叔送治安到家门口便要离开 这时治安叫住了大叔 一遍抱着我 劲力 一遍抱着我 一遍抱着我 劲力 谢谢 眼前这一幕 也被停在路边的 都俊英看在了眼里 面对收了钱不办事的治安 愤怒的都俊英上去就是一拳 并威胁治安离开公司 不料治安却早有准备 拿出之前都俊英 让自己陷害大叔的录音 都俊英并没有想善罢甘休 而是找人来调查治安 并想办法拿回录音 治安从朴长乌和大叔的谈话中得知 朴长乌一直在暗中调查之前被陷害的事情 感觉马上要败露 便把事情告诉了好友 小宋劝他和自己一起逃跑 治安却拒绝了 希望再等自己一天时间 他想等大叔顺利生之后再离开 很快警察就查到了小宋 此时光日也来到了小宋的住处 在警察到来之前搬走了电脑和录音 治安知道自己很快也要逃亡了 并给大叔发去了短信 大叔一如既往地压制着内心的感情 他并没有给治安回复 只是对着窗外说了声谢谢 可大叔不知道这声谢谢 却被另一边的治安听到了 第二天一早治安便背上了行囊 开始了逃亡之路 今天是竞选常务的最后一次面谈 大叔却发现治安没来上班 便让职员打电话询问情况 治安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同时便劝大叔先参加竞选 为了阻止大叔升职常务 会议上隐常务找着各种问题刁难大叔 但都被大叔过瘾的专业知识一一化解 无其可视的隐常务 最终调出了治安的简历 质问大叔为何要选择没有任何资质的人 并且已经查出治安有杀人前科 听到这里 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大叔只是平静地回答道 那不是杀人 只是属于正当防卫 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 所以法律才会判他无罪 一肚子换水的隐常务说道 明明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还让他继续留在公司 此时治安也听到了大叔所说的一切 被人保护的感觉 让治安瞬间流下了眼泪 竞选面谈结束后 大叔看到治安依旧没来上班 无意间在抽屉里发现了治安送来的拖鞋 大叔回想起昨晚治安发来的短信 似乎是在跟自己道别 大叔不断重复拨打着治安的手机 可依旧是无法接通 晚上大叔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 依然没有治安的消息 无奈的大叔只能来到治安的主处 破旧的房门并没有上锁 屋内却是空无一人 失落的大叔来到静西的酒吧 一遍遍重复拨打着治安的手机 静西告诉大叔 早上见到治安背着行李走了 此时的大叔独自走在熟悉的街道上 不同的是旁边已经没有了治安的陪伴 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静西说的话 忽然电话响起 看着陌生的号码大叔并没有接听 然而那个号码又再次打了进来 听着熟悉的声音 大叔是既开心又生气 只责般的问向治安 他在几秒钟 若接规短讲 你哪里哪里呀 哪里呀 哪里呀 初纪念 初纪念 四季 四季以上 哪里真好 作人 我 那轮食音 是 我喜欢的人 很高兴认识 嗯 我会让你解决 面对不算道别的道别 挂断电话后 大叔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街道上 显得似乎有些忙人 刺客办公室里收到了大叔近身常务的通告 同事们也纷纷送来了对大叔的祝福 正是被任命让大叔也十分开心 可当目光看向治安的位置时 却让大叔感到有些遗憾 三弟也把哥哥升职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面对东勋的升职 一家人也开心地抱在了一起 下班的路上 大叔独自走在熟悉的街道上 治安的离开让他感到有些失落 大叔拨打着治安的手机 却发现号码已经成了空号 此时的大叔开始有些慌张 他害怕从此再也无法找到治安 另一边朴长悟也通过警察对小宋的审问得知 感觉自己和大叔两人很有可能已经被监听 之前的是他只跟大叔说过 果然就在大叔的手机里发现了监听软件 朴长悟断定治安一定是都俊莹的人 随后大叔来到电影院 为了让治安认为自己一直在看电影 便把手机放在了座位下面 自己则把都俊莹约了出来 还没来得及下车的都俊莹 就被大叔一把揪了出来 并质问他让治安都做了什么 面对已经离开的治安 都俊莹把所有的错都推给了他 并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直到这是大叔才明白 治安是为了保护自己才悄然离开 回到座位 大叔对着被监听的手机 得知大叔已经知道自己在监听 患乱下治安拔掉了耳机 此时大叔的发现 也证明小松已经被抓 治安给小松打去了电话 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大叔拨打着治安曾经联系自己的号码 依然是无法接听 他才想起来治安可能是用了公用电话 急忙记录着号码查找着电话亭的位置 这也被正在监听的治安听到了 知道大叔即将要找到自己 治安匆忙拿上行李继续出逃 走在一个路口时 却被突然驶来的车撞倒在地 治安爬了起来 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 抱着受伤的手臂继续逃跑 治安被突如其来的汽车撞倒在地 慢慢爬起的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 抱着受伤的胳膊就跑 最后治安躲在了清洁工大爷家里 好有小松也被警局释放了出来 第一时间便给治安打来了电话 另一边 李光日正在听着小松电脑里的录音 同伴也拿到了 都俊英陷害大叔的证据 准备拿着录音狠狠赚一笔 可这是录音里的一段对话 引起了光日的注意 听到这里的光日 听到这里的光日也流下了眼泪 此时的治安也因身上的伤势和持续的高烧 让他显得格外虚弱 面对不愿意去医院治疗的治安 清洁工大爷只能给东勋打去了电话 得知治安下落的大叔 飞快地向治安那里跑去 此时的清洁工大爷已经在门外等候着 大爷焦急的眼神中也透露出对治安的关心 大叔犹豫着打开房门 看到眼前的治安 大叔是既心疼又自责 此时的治安却显得有些害怕 害怕大叔知道他所做的事情而焉污自己 大叔只是坐在治安面前 给治安说着谢谢 大叔知道治安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伤害 选择出逃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看着眼前的治安大叔心疼地说着 你这么小的年龄 怎么能可怜我这样的大人 真的让我心里太难过了 我们只要好好幸福地生活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最后治安在大叔的陪同下 来到医院包扎好了伤口 大叔告诉治安他已经和妻子商量过了 准备把斗俊营的事情公布于众 让治安陪他们一起去警局 并让治安放心 妻子一定会帮助他 疗养院的院子里 治安和奶奶享受着在一起的时光 那日微风中 奶奶看着空中飘漏的花瓣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幸福 跟奶奶告别后 大叔陪着治安来到警局自首 在允熙的陪同下两人走进了警局 此时的大叔也是一脸担忧 审讯室里治安交代了所有事情 而杜俊营却完全否认了自己的罪行 声称这一切都是治安的污蔑 回去的路上 大叔打来了电话询问着事情的进展 允熙告诉大叔电脑录音被偷 现在没有证据指证督俊营 而就在这时 得知治安自首的光日 正在拷贝着电脑里的录音 同伴知道光日要拿录音帮助治安 在一旁懊恼地埋怨着 第二天正在上班的大叔 接到了治安打来的电话 原本冷清的葬礼 在三兄弟的操办下显得隆重而又温馨 大哥也通知了小区的朋友来祭拜奶奶 这时得到消息的清洁工大爷 也来到了奶奶的葬礼上 祭拜完奶奶 大爷看向参加葬礼的重任 隆重的葬礼让大爷感到欣慰 而另一边 杜俊营也在派人调查拿走录音的人 通过简单描述 侦探马上就怀疑是光日所为 很快一群人便来到了光日楼下 这一幕也刚好被同伴看到 急忙装着已经拷贝好的U盘 在同伴的掩护下 光日跑进了一家快递公司 并把U盘寄给了大叔 此时看着包裹里夹杂的名片 大叔才知道是光日寄来的 审讯室里 听到露营的杜俊营没有了之前的狡辩 下班后 大叔跟同事闲聊着 这时手机收到了治安发来的短信 大叔来到两人经常去的酒馆 治安告诉大叔 会长今天请自己吃饭了 还给他介绍了釜山的工作 大叔有点出乎意料的妄想治安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却充满了不舍 两人也祝愿着彼此都能够幸福 伴随着酒杯的碰撞声 无声的氛围在小酒馆流动 喝完酒的两人来到分别的路口 面对即将要离开的治安 此时眼眶里也布满了眼泪 大叔毫不犹豫地张开 双手抱住了治安 泛着泪光的两人 大叔看着治安说道 卡 卡 大叔和治安做了最后的道别 冬去春来 芸汐去了国外陪伴儿子 此时的大叔独自在餐桌前吃着饭 看着眼前的全家府 无心吃饭的大叔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来到客厅随意地打开电视 此时大叔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伤痛 时光飞逝 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们各自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叔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看着办公桌上的照片 唯独就是没有大叔和妻子的合照 我们不难猜测 大叔和妻子是否已经离婚 而另外一边的治安 带着满满的能量 创造着全新的自己 治安因为工作表现优异 也被公司调回了总部 跟同事来到公司楼下的咖啡厅 看着熟悉的身影 治安只是静静地待在原地 再次相见的两人 大叔看着眼前的治安说道 走在路上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听着大叔的话 治安开心地笑了 好家啊 这时同事是与治安要走了 他们相互握手告别 分开的双手 一向而走 大叔回头望着治安的身影 而心有感应般的治安 也回头看向了大叔 从一点点的了解 到彼此相互治愈着对方 此刻的转身离去 也许正是一个新的开始 到这里这部高分韩剧已经结束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陪伴和支持 中文章发行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